欢迎大家收看社会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以色列女兵因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事件被禁止在监狱工作 英国零售商要求保护免受盗窃激增的影响 西班牙墨尔西亚业总会火灾造成至少13人死亡 等等 请大家收看 以色列女兵因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事件被禁止在监狱工作 英国每日电讯 据报道 一名以色列女兵与一名被判恐怖主义罪的巴勒斯坦囚犯发生了婚外情后 以色列女兵被禁止在高安全监狱工作 彼得提克瓦地方法院对该案的许多细节 包括监狱的位置和涉案人员的姓名发布了媒体禁令 对第一名女兵的调查引导警方发现了 并外四名可能与同一名囚犯发生亲密关系的女兵 据称 该囚犯是一名法塔赫成员 被判参与了一起导致以色列人死亡的中部以色列恐怖袭击事件 西班牙摩尔西亚夜总会火灾造成至少13人死亡 半岛电视台 一场在西班牙夜总会发生的火灾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 有人担心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 这场火灾发生在西班牙东南部 莫尔西亚的相邻夜总会 事发时间为周日 救援人员仍在搜寻失踪人员 紧急服务部门表示 身份确认工作需要一些时间 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 英国零售商要求保护免受盗窃激增的影响 金融时报 英国主要零售商 包括巴宝利、约翰、刘易斯和马克思、斯宾塞 以致函内政大臣 要求采取紧急行动 解决店铺盗窃和对店员的虐待激增问题 这些零售商要求设立独立的攻击或虐待零售工作人员罪名 并对违法者加重刑罚 他们还希望警方对事件做出更及时的回应 根据警方数据 截至3月底的一年内 店铺盗窃案件同比增长24% 尽管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伊拉克政府调查称 伊拉克婚礼火灾是由严重的疏忽引起的 路透社对伊拉克北部一家婚礼厅发生的火灾进行的调查认定 这场火灾造成了100多人死亡 责任在于极度的疏忽和缺乏安全措施 厅主和三名员工在场地只设计容纳400人的情况下 却允许900人进入 调查还发现 毅然装饰品加速了火势蔓延 而出口门少且狭小 使得救援队伍难以到达被困人员 建议政府向受害者家属提供经济支持 并对当地官员采取法律行动 众议员贾马尔 鲍曼在民主党试图推迟投票时拉响了火警 路透社 美国民主党众议员贾马尔鲍曼在国会大厦引发火警警报后面临调查 该事件发生在他的党派试图推迟一项关键投票时 导致国会办公楼被疏散 鲍曼承认拉响了火警警报 但否认是为了推迟投票 众议院行政委员会和国会警察正在调查此事 一些众议院共和党人呼吁豹曼辞职 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 男子被刺死后 警方展开谋杀调查 BBC 在莱斯特市中心发生了一起刺杀案 警方已经展开了谋杀调查 事件发生在康杜伊特街上 周六晚上19点30分左右 医护人员报警后 警方赶到现场 一名59岁男子在现场接受了治疗 但不久后被宣布死亡 一名29岁男子因涉嫌谋杀被逮捕 并被拘留在警方 侦探们敦促任何拥有19点至19点30分之间 该地区的信息或行车记录一录像的人前来提供 警方正在联系男子的亲属并将进行尸检 一次又一次 克里斯·阿特金斯的评论 已为前囚犯探索在犯罪的原因 未报 在他的书《时光倒流》 惯犯内幕故事中 前囚犯和电影制片人克里斯 阿特金斯探讨了为什么大约一半出狱的人在一年内会再次入狱的原因 阿特金斯强调 监狱系统混乱和不人道的性质是导致高负贩率的一个因素 他讲述了像史蒂夫这样的个人的故事 他因为铜电创伤而转向毒品 并发现在监狱里毒品很容易获取 阿特金斯认为这个系统对那些渴望改变的人是不公平的 他举例说明了使个人无法遵守的缓行条件或者实际上增加再犯几率的项目 虽然阿特金斯对于这个系统的无能和恶意性质从不感到惊讶 但一些批评家认为他的简单解决方案过于自满 例如 阿特金斯认为更长的监禁时间并不能减少再犯率 但他未考虑到有证据表明 如果金融犯罪分子在监狱里待的时间更长 他们再犯的可能性会降低 阿特金斯还承认自己作为一名监狱作家和电影制片人的特权 承认他的社会经济安全网帮助他避免再犯 并且他的社会资本使他的故事更具可读性 他呼吁建设社会住房 投资教育 并通过提供囚犯减刑来激励治疗 然而 批评家认为他的分析过于笼统 未能解决犯罪和惩罚的复杂性问题 他们质疑一个成功的治疗机构如 HMP格伦登 他只有少数囚犯和选择性的申请流程 如何在不失去效果的情况下 扩大到更大的监狱系统 总的来说 虽然阿特金斯强调了监狱系统的失败 并提出了一些潜在的解决方案 但批评家认为他的分析缺乏深度 未能充分解决问题的复杂性 一个窃贼的指南 如何保护你的家安全 英国每日电讯 在英格兰和威尔市 只有6%的家庭入室盗窃案能够得到解决 因此预防这些犯罪行为变得越来越重要 为了帮助业主保护他们的财产 Telegraph Money请教了两位专家的意见 前盗窃犯 BBC节目击败盗贼的联合主持人 迈克尔 弗雷泽和安全顾问詹妮 拉德克利夫 弗雷泽建议业主在门上使用双重锁 遮挡窗户 安装信箱笼 并避免将钥匙留在门上 拉德克利夫建议 将工具和其他可能用于闯入住宅的物品锁起来 将尖刺植物放在围墙上 不要将钥匙放在花盆或垫子下面 他还建议将柜中物品锁在文件柜中 不要将其摆放在显眼的地方 以延缓盗贼的行动 根据弗雷泽的说法 地路电视摄像头对于盗贼来说是一个大障碍 而警报器则有点过时 他建议安装可以连接到智能手机的摄像头 让业主能够接收警报 并查看潜在入侵者的视频 弗雷泽还警告说 杨虫实际上可能会吸引盗贼 他们会利用警报 很可能被关闭的事实 建议业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时要谨慎 因为盗贼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确定目标 其他建议包括在搬家时更换锁具 并确保窗户和门保持良好的维护状态 哈利法克斯市中心发生三起刺伤事件 一人死亡 英国每日电讯 周日凌晨 哈利法克斯市中心发生了一起刺伤事件 一名男子死亡 另外两人受伤住院 袭击发生在凌晨4点左右 西约克郡警方将其描述为一起严重事件 警方在现场保持了大量警力 调查仍在进行中 调查处于早期阶段 更多信息将在适当的时候发布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来自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有一些有趣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是关于以色列女兵被禁止在监狱工作的消息 这是因为一名以色列女兵与一名被判恐怖主义罪的 巴勒斯坦囚犯发生了婚外情 这个故事真是曲折有趣 不得不说爱情有时候真的是让人意想不到啊 接下来是关于西班牙夜总会火灾的消息 这场火灾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 真是令人心痛 火灾的原因还在调查中 希望能尽快找出真相 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 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还有一则关于英国零售商 要求保护免受盗窃激增影响的消息 这些零售商要求加大对店铺盗窃的惩罚力度 并希望警方能更及时地回应事件 我想这是一个很有必要的举措 毕竟安全是最基本的需求 我们都希望能在购物时感到安全和舒适 最后 我们还有一些关于火灾和袭击的消息 包括伊拉克婚礼火灾和哈利法克斯市中心的刺伤事件 这些事件都让人感到悲痛和震惊 希望受害者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 同时我们也应该提高警觉 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总的来说 今天的新闻充满了不同的故事和情节 有趣 有警示 有感动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些议题 并且思考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从而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和安全 现在我邀请各位观众朋友们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